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Pavirian Reed 还有Central Reed这两家公司 第四季度2022年整体财报的结果回顾呢 一切如常 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行呢 在第四季度2022年呢 交出的成绩单显示呢 几乎没有任何的盈利例外 而且呢,Kanaga呢 维持对于房地产REED这个行业的中性评级 Kanaga呢,仍然是喜欢呢 具有以下属性的Malaysia的REED 就比如说第一点呢 在合业务领域 特别是工业还有零售领域 而或者是呢 在黄金地段还有战略位置 拥有房地产的资产 这将继续提供有弹性的租金收入流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 Kanaga的行业首选呢 是Pavirian Reed 给出目标价1.43令吉 而REED呢 虽然给出目标价0.79 但是给的评级呢 是跑输大事 整体的2022财政年业绩呢 是大致上符合 Kanaga投行的整体的预期的 他们研究的五支房地产 信托单位当中呢 就有四支 比如说AX3 IGB REED KLCC 还有Centra呢 公布的业绩是整体符合 他们的预期 只有Pavirian Reed呢 业绩略高于 Kanaga 1% 整体总点的亮点呢 最新一季度的一个财报就显示了 马来西亚REED呢 在2020还有2021遭受到重创过后呢 基本已经恢复正常 随着经济活动逐步的恢复 从2021年10月份开始呢 技术效应已经显示 正如第四季度2022 与中季度的连续盈利的势头放缓呢 反映的那样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已经消失了 也就是呢 他们quarter to quarter 还是year to year的对比呢 可能成长了100% 还多好的话呢 可能这个势头已经逐步的放缓了 同样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呢 随着购物人群的回归 零售支出模式相对保持稳定 考虑到这一点呢 尽管客流量略低于 2019年的水平 但KLCC和Powering率呢 是拥有着主要零售商场 和零售住户的销售额 已经大大超过大流行COVID-19的 与此同时呢 截至2022年12月底呢 X3凭借着它在工业地产领域的优势 持续保持着95%的高投资出租率 另外呢 Centralry呢 继续感受到写字楼供过欲求的 那个情况 尤其是在非黄金地段 它的整体投资组合入住率呢 21年底的90%呢 下跌至了2022年12月底的77% 虽然呢 好过于2022年年底 在20229月份呢 水平为73% 就好了一个4% 在2022财政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后呢 肯那个对2023财政盈利呢 基本是保持不变的 因为呢 对于2024年呢 他们可能也觉得并没有太重大的惊喜会出现 整体来说呢 肯那个维持对这个Malaysia Reed呢 整个中性的观点 有鉴于这行业的基本面呢 还是充满一定的挑战 肯那个维持对Malaysia Reed中性的观点呢 就估值而言呢 我们可以看到 肯那个去年10月呢 上调评级以来 已经是上涨了9.6% 但潘瑞瑞保持跑赢大势目标价 下调0.79% 辞着谨慎的态度 毕竟他的入住率呢 没有到85% 就是呢 他的入住率并不是非常的高 但肯那个的预测呢 还是有风险 就包括无风险的利率下降或者加强 租金调整高于或者低于预期 还有呢 入住率高于或者低于预期 这都会影响到房地产投资的组合 整体的回报率 对于股东来说呢 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呢 会投资Reed这个行业呢 都是要他们的Dividend 所以呢 可观的Dividend呢 就会吸引很多喜欢收租金的投资者 收Dividend的投资者呢 继续Support他们 当然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